你不是人类 张小涵难难说道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我不是邪物 也没有什么祝言术 我今年跟你一样 二十多岁 张小涵猴急耸动 似乎要哭出来了 你 你到底是谁 毛山弟子 叶少阳 张小涵闭着眼睛 浑身因为屈辱而颤抖起来 想要说一点狠话 但是终究什么也说不出来 莫了睁了睁眼 狠狠地说道 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报什么仇 你要死了 还怎么报仇 你变成鬼 我杀你更容易 张小涵已经反而冷笑起来 他又找到了一件 能跟叶少阳对抗的东西 叶少阳 纵然你赢了我 有能怎么样 你敢杀了我吗 你若杀我 今日你也必死无疑 叶少阳 唯一也放出声来了 他已经说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开他 叶少阳转头 看了一眼站那远处的 鬼衣 因为他不再试图攻击 叶少阳 四包等人 也不再跟他动手 相约决斗 生死安命 这规矩 难道你不懂 如果是我输了 他会放过我吗 你会说什么 得饶人处 且饶人吗 鬼衣脸色气得铁青 但是自己的确背离 当着众人的面 也不好狡辩 只好冷冷地说道 叶少阳 你若敢杀他 你知道后果 叶少阳冲鬼衣笑了笑 松开了踏在张小涵胸口的那只脚 诡异出现了胜利的表情 那些法术工会的弟子 看向叶少阳的眼神 也是露出了一丝技巧 有人甚至嘲讽着 拉拢叶少阳进法术工会 紫云真人等一干老家伙 多少有点失望了 他们也不想叶少阳杀人 让局面失控 但这么屈服了 实在是有点窝囊 张小涵从地上站了进来 脸上也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 朝着叶少阳走过去 想要说点什么 叶少阳猛然回身 一道紫光从他喉咙闪过 张小涵一下子不动了 表情也僵住了 过了好几秒钟 他的脖子才出现了一道伤口 往外喷出鲜血来 无数惊魄 从他口耳鼻飞了出来 叶少阳这一剑 不光是杀死了他 还斩碎了他的魂魄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场面寂静无声 大家都呆呆地看着张小涵 看着他体内的精魄 完全散去之后 人缓缓地倒下 号称人间第一天才 法术界最为看重 悉心培养了多年的弟子 就这么死在了叶少阳的肩下 叶少阳把七星龙拳剑 缓缓归翘 一手插着腰 挑衅地望着贵仪 缓缓地说道 我忘了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激我 这天底下 还没什么 是我不敢做的事 叶少阳不是杀 但是遇到真正该杀的人 他也绝对不会手软 别的都不说 今天的生死之战 是张小涵发起的 如果败的是自己 他一定会用 比这羞辱十倍的方法 来杀死自己 所以对于杀死张小涵 叶少阳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所有人都静待了 实际从全 要打起来了 我必然要保住叶少阳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 云春生压低的声音说 哪儿的话呀 我法书界既然出了这么一个天才 死也要保住他呀 大伙自然是一起呢 你们说呢 紫云真人看着左右几个宗师 大伙纷纷点头 表示愿意出力 诡异静静地望着叶少阳 张小涵死的那一刻 他的脸色是极为难看 但是很快 他反而冷静下来 只是这不是真正的冷静 而是愤怒到了极点的表现 叶少阳 你知道怎么做的后果吗 诡异淡淡地说道 叶少阳耸了耸肩 你想亲自动手是吗 你也配 我知道不配 至少你觉得不配 我只是一个人类 怎么有资格跟星月奴叫板 此言一出 众人接近 转头纷纷看着诡异 连几个宗师也是一惊啊 大家都知道 诡异是法术工会在人间的管家 是星月奴最亲近的人 所有法术工会的人 对他都十分尊敬 更不要说那些 依附法术工会的诸多门派 更是对诡异的命令 是言听计从 在所有人的眼中 诡异的身份 应该是一名神使 他们尊重的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背后的星月奴 现在叶少阳居然说 他是星月奴本人 自然上大伙更加感到震惊 诡异轻轻一笑说 哼 你怎么知道 我是星月奴呢 这个嘛 我猜的 你就算不是星月奴本尊 也一定是他的一类神念 别的不说 凭你能够拿出轩辕剑 并且授权给张小涵用 我相信 你绝对不是一般人 再者 你居然不怕我把轩辕剑抢走 说明你有绝对的把握收回去 凭你这几个手下 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吧 叶少阳 你很聪明 但是太聪明的人往往没什么好下场啊 鬼仪伸出了手 将一幅画卷抖开 悬停在自己头顶上方 这是昨天的那幅画卷 画面上是星月奴的人像 鬼仪也没说什么 看见一阵刚风吹过 构成人像的颜料 发出了暗金色的光 然后化作粉末剥落下来 缠绕着鬼仪周身旋转 然后附着在他身上 鬼仪的身体也迅速起了变化 仿佛一个雕性的胚胎 被快速地上了色 一点点变得真实起来 等到金粉完全附着在他身上 鬼仪完全变了另一个人 跟画像上的人一样 身穿凤冠狭配 华贵雍种 相貌秀美 之前人在画上 还是看不出来 如今看到真人 更加感觉相貌之美 但是怪的是 完全看不出他的年纪 有年少姑娘的俊美 也有成熟女子的那种神圈 周身环绕着一丝 灵气的气息 让他看上去 更有一种神奇的灵性 叶少阳看着眼前 这个风姿卓月的仙子 这一位是轩元氏 专门负责法术工会的行乐奴 拜见行乐县 不知哪个法师带的头 单膝跪地 对着星月奴行离个大礼 后面立刻跪下了一大片 这些自然都是 依附法术工会的那些法师 也有人不想跪 但是身边人跪下了 自己不跪的话 又怕星月奴怪罪 也只好跟着下跪 对着星月奴行离个大礼 也只好跟着星月奴行离个大礼